4月9日 中国女排一姐朱婷 官宣回归国家队 将为球队争夺巴黎奥运会门票 一时之间 众多球迷奔走相告 振奋不已 这一刻 中国女排的球迷等了太久 在朱婷发布官宣动态后 很快相关词条就登上了热搜第一 除此之外 这条动态目前点赞已经破7万 评论和转发数也接近1万 热度爆表 看得出来 大家对朱婷的回归既意外又兴奋 球迷期待她可以给中国女排 带来实力的提升 当然最让人感动的 还是朱婷涉媒的评论区 球迷留言的都是心里话 相信朱婷看了也会相当触动 有球迷直言 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但不知道你都产生了退役的念头 还好青州已过万重山 也请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多珍惜这样为国拼搏的天才球员 朱婷能继续看到你重回巅峰 是我的福气 非朱婷个人粉丝只是喜欢女排 但是看到曾提出退役这句话的时候 鼻子酸了 一位坚强的运动员 得遭受多大的打击 才能有提前退役的想法 无法想象 那个如此骄傲且大心脏的 你都经历了什么 太难过了 希望朱婷中国女排越来越好 真的没想到朱婷 竟然曾经决定退役 那么热爱排球的她 想打三界奥运会的她 这一路经历了什么 一切她都默默承受 可是她是国际珠 她有不同寻常的大格局 谢谢珠 继续珍惜你的每一次赛场亮相 还有球迷喊话朱婷 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要知道 朱婷两个字在排球界永远意义发光 地位和分量也无庸置疑 你为中国排球乃至体育界做出的贡献 取得的荣誉 所有人都应该看在眼里 你无愧于任何人 想到朗岛2012伦敦奥运会解说的时候 看到女排输给日本类奔 朱婷和朗岛真的都是热爱女排的 真的为了这个队伍付出了很多很多 很难过2021之后发生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球迷是爱你的 未来不管好与坏 会一直陪伴你 作为球迷只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中 都健健康康不会受伤 更希望你能每一场比赛都打得尽兴不留遗憾 也有球迷预料到了后续朱婷可能会面对的争议 他们直言百感交集 作为女排的粉丝 其实私心却希望朱婷不要回到国家队 因为觉得天才不应该被网络上的谣言 谩骂亵渎 已经预见从今天到巴黎奥运会 会有多少风浪等着朱婷 又要被一次次被曝光在媒体前 被炒作 被攻击 真希望他能再远离这一切 在国外快乐打球 但既然已经决定了 祈祷一切顺利 当然了 我们希望别人不要黑我们朱婷的时候 是不是作为粉丝 也要为他考虑的 不要做极端粉